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神仙演藝 口聲響陣 神魔劇 這個平天大聖牛魔王的潛能解放關卡 基本上這個運氣成分還蠻重的 因為我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感覺就是每次都差一回合 所以我是還打算說 差一個就是沒有吃死的一個 因為解放關卡 要吃死我自己也覺得蠻奇怪的 不過真的要剩時間就可以啦 剩時間啦 石頭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石頭來講 因為石頭來講 一顆石頭 因為我們每次都差殘血 每次都殘血 把最後關那個 大聖的時候都殘血 然後這時候有一個錯誤示範轉 就因為有固執在講話 那我如果沒有講話比較專心一點看會不會好一點 不過講話好像看我的影片也怪怪的 看我的影片也怪怪的 第二第三關一入場就幫你把血補滿了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入場血量的問題 轉珠也不用擔心 有那個 史萊姆會幫你 轉那個 攻擊 所以基本上都是OK的 冥王技能用不到啦 因為你需要有新珠補血 除非是最後一擊之類的 然後他幫你補 補到蠻就對了 好 留一下新珠就可以了 當然 不是一定要留啦 然後這個部分來講 現在就是 怎麼轉都OK 重點是你要留下這個 不要全體攻擊 講錯了 不要全體攻擊 好 如果逼不得以全體攻擊 也沒關係 盡量combo做高 要把中間那隻打通一點 畢竟檯面上整個都是 木珠 對 強力打一下怎麼可以 好 盡量像這樣錯開 好 盡量 好 像這邊就有五顆五連 好 盡量行不行 好 那我這樣就把它切掉了 好 不過你有把握KO掉它的話 直接 1個他通過也可以啦 一次給它通過也可以啦 好 森腳 5 我 應該這次可以K掉 不然就殘血 這個現象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我打算還要點一下豬 不過 看起來是沒得疊的 大家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各位 我們繼續吧 這時候 反正珠子已經都穿插的差不多 的話 我們盡量做到一個 不要消到的一個效果 這樣應該是不會消到的 這樣就有解 你知道做到沒消到的話 進下一場就有解 因為下一場我希望第一波就給 可以 那個 Boss一個痛快 那我們現在就是 做一息就好 好 台面上有很多攻擊珠 這樣我們來應用上就OK了 至於要不要疊 就看各位的一個習慣 基本上我現在台面上還滿多的 要疊 不是沒辦法 取較難一點點而已 我來看一下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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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慢轉去好了 我慢慢轉去好了 小心轉去好了 偷偷爬上來 基本上我看檯面上這個豬的疊的一個 視序應該是差不多剛剛好 這時候添降一個木珠就可以了 沒有木珠可惜 沒有木珠沒關係 一樣是盡量做高吸掉 因為這個暗夫時會轉 這個光竹時會轉 所以這回合我做空轉的一個動作 捨棄掉一回合的攻擊 然後再讓奇天大神再打我一回合 因為我要轉回合數 我這樣就是從C第二開始 大概是這樣一個Fu 右邊那個火柱做不出來 所以就放棄了 抓羊了 的確的攻擊力還蠻抓羊的 不過我都這樣疊了 都打成這樣 不疊應該是會死更長 因為這一關要打法跟槓的那個類似啊 就是你可以消木珠 但是不要去消到全體攻擊 齁 這一下就舒服了 因為剛打這一下差蠻多的 你們會以為是有消息 所謂的 可以 不然 不然 不要 不會 真的 以被敵? 不然 再 buna 或什麼 或是 不然 嗯 好像現在我們心中沒有補血了 蠻危險的齁 蠻危險的齁 掉下星座 又是殘血 這時候就是 不省要省轉住的轉住了 又是殘血 好吧 好 我不轉 不是他死就是我 這是我的極限 去死吧 有必要打得這麼辛苦嗎 所以我說要靠運氣 我每次都是殘血 就像剛剛那樣 最後一回合就打不死 打掉我一整條的體力 混世霸者牛魔王 這張新的卡片主要是 不錯耶 獸類妖精攻擊力3倍 所以妖獸隊就是靠他 好吧 這以上是牛魔王非常艱辛的一個 這個 示範 這個 有點運氣啊 如果真的沒時間吃一顆 吃個一顆石頭應該是ok 一顆石頭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以上這個打法給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